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地線 讓你變成立財Superman 我們可以觀察到最近台股 連續三個交易日都收了黑黑 也就代表今天指數只要開高 那上去就會有獲利了結的賣壓 或者是去消化前面的套牢賣壓 這才會導致指數常常就是開高走低 不過我們也在上個禮拜的節目上面 跟大家提醒過了 我們認為五月份的行情 它會是一個區間交易的策略 也就是往上呢 你可能要把你手上的持股水位 慢慢的降下來 那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的 連續性的回檔的時候呢 逢低減便宜 利用這種區間交易的策略 五月份可能就會有很多 價差交易的機會 那另外呢 還要跟大家呢 報告或者是分享的就是 很多的公司 已經開始在公佈 四月份的營收 而公佈營收呢 還有有些公司在公佈第一季的財 這個季報 他們第一季的財報 那第一季的財報的話 最慢要在5月15號之前公佈 而四月份的營收的話 就是在5月10號之前要公佈 所以在近期 你會有很多的這些財務上面的 資訊跟新聞題材 來去影響到股價在短線上面的波動 那很多的公司 公佈出來的財報 獲利數字EPS相當的高 或者是在毛利率 近利率上面的數字表現良好 那短線上面股價當然就噴出去 可是呢 也有一些公佈出來的營收數字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驚人 結果股價往下開低下跌 甚至呢 有些公司開完法說會以後 變法會 股價直接跌停板 所以每個月啊 其實因為公佈月營收這件事情 在絕大部分的國際股市裡面 大概也只有台股有在做這件事 那我認為公佈營收對於投資朋友 特別是一般的投資人來講的話 其實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們比較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去跟這一些法人 因為他們可以去call公司嘛 然後他們也會有比較多的這一些 交易上的資訊 或公司基本面的資訊 所以我們既然沒有的話 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有更多能夠了解 現在公司營運狀況的一個管道 而公佈營收呢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檢驗的那個放大鏡 那所以大家也不要覺得 好像每個月公佈營收 都會對股價造成這個上下波動 好像不是一件好事 其實公佈營收對於我們分析師來講 也是很有幫助的 可以至少在一段時間裡面 幫我們去對一間公司 目前的狀況去做一個減合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是 為什麼有些公司它的營收好 結果股價不漲 這個在它的背後是有呢 目前市場上面交易的邏輯 而就算呢 好營收好股價不漲 那後面到底有哪些公司 或者是我們應該要怎麼去挑選 那些有爆發力的東西 有爆發力的這些 未來的明星啦 我們應該要這樣子講 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節目 花比較多的篇幅會 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關於營收呢 跟股價之間的關係 在今天的正片開始之前 一樣提醒大家 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同時呢我們也非常感謝呢 上個禮拜有來參加我們直播的投資朋友 我們的直播也算是圓滿落幕啦 也很感謝就是大家就是踴躍的提問 當然我們也知道很多投資朋友想要問的是 自己手上有的持股 或者自己關心的股票 不過礙於我們直播時間長度的因素 那我們呢就是在幫大家分析持股上面 我們沒有辦法回答每個人的問題 不過呢我也在直播上面有跟大家提到了 就是我們會請我們的助理跟後製 把大家的問題整理起來 那我們在未來有機會的話呢 也會找時間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當然還是一樣感謝大家的祝福 而我們的生日願望就是祝大家狂賺猛賺 好不好 感謝大家 那希望下一次如果還有直播的話呢 我們一樣不見不散 好的來我們開始進入今天的分析 首先我們在就是上禮拜五 然後到這個禮拜都陸續啊 有送大家這個免費的研究報告 這份研究報告 如果你已經有拿到的話 我相信大家應該就會對於這幾天的交易 就是行情的變化啦 比較不會覺得啊怎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你已經有先預習過了 因為我們已經先跟大家分享了 我們呢其實在這一份報告前面 我們先回顧再過往 而我們的這個觀點啊 還是得做檢討嘛 不管他是準的或是不準的 我們都要拿出來做檢討 實際上呢 在這一個研究報告的前半段 我們有先跟大家講了 哎 五月份的交易策略 關鍵在於什麼 期間交易 我們預期指數會在19400到20900 那這一個區間的話 當然你說它有什麼很嚴謹的判斷方式嗎 你要從形態上面去抓警線 以及去抓它的壓力點 每個人抓出來的數字會不太一樣 但是呢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團隊上面的一個看法跟規劃 就是19400到20900 所以呢我們要決定一個自己的基準持股水位 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懂這份研究報告寫的 但應該是能夠理解啦 就是你要先有一個心裡面認為說 我可能在五月份的時候 我在基準的持股 就是沒有利多沒有利空 一個比較中性的情境之下 我可能預設我是打六成的持股 我打七成的持股 好不好 我們就我們就先假設打七成的持股 那今天呢 可能從2萬點慢慢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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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 漲到多少 可能20600 20700 因為比較靠近了我們這個區間 這預設的這個規劃的一個區間高點 那你呢 持股要從七成 可能先降到個六成 會降到個五成 越漲上去呢 你的持股呢 就會慢慢的獲利了結下來 那反過來咧 你有一個基準的持股水位是七成 當指數一直修正 回檔修正 來到了19400附近的時候呢 因為你手上原本預設的基準是七成的持股嘛 代表你還有三成的現金 那今天股價出現回檔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三成的現金拿去買股票 把你的持股水位拉高 當今天呢 行情在這個區間呢 又回到了上緣的時候 大部分的個股啦 應該都是獲利的 所以這是一個區間交易的策略 這是我們五月份的看法 那因為畢竟是區間的一個交易策略 那有兩件事情要跟大家討論 第一個是大家會發現我們呢 抓的這個上緣20900其實呢 是比前一波的高點還要來得更高的 這比前一波的高點還要來得更高的 代表什麼 我們心裡面有一個情境是指數其實是可以創新高的 我們有一個情境是指數是可以創新高的 那你說創新高以後呢 它會再繼續大走一段嗎 我們不太這樣子想啦 我們認為機率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它就算創新高了 它還是維持在一個區間震盪的結構跟格局 所以我們這樣子寫其實是要告訴投資朋友呢 我們的看法上面呢是有機會創新高的 但是創新高的時候呢 不要太興奮 不要太興奮 不要在這個位置上面過度追價 只要是區間交易 我們都不要過度的去做追價 我們盡量能夠逢低買去撿便宜 我們就盡量去做這件事情 好吧 所以這個觀點放到現在的話 過去三個交易日大家都會發現 好像指數來到了上面開高以後呢 就會有獲利了結賣壓 那至少目前這個行情的走法 都符合我們在研究報告 還有我們在上禮拜的節目 跟大家分析的這一些看法 在目前看起來是對的 那後面會不會對呢 我們就繼續觀察下去 回到這個家權指數的部分 我們的這個高點20883 那我們說了20900這個位置 那過或不過 其實都沒關係 因為你的交易中就都還是要做的 可是因為4月份這一波修正下來 修正了將近1600點 到最低點 那接近季線以後 開始反彈上來 我們當時有跟大家提到過 我們認為行情不會再修正下來 那個時候就結束 我們一定有講過 我們有說過這一波修正下來 這裡不會是行情結束的位置 相反的我們還提醒大家 在那個位置上面呢 是還不錯的布局機會 那我們等一下會用一些 自己會員朋友有交易的例子 來跟大家講說 到底在行情大跌 指數這一天一度跌了超過1000點 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那拉上來以後呢 我們當時也沒有說特別有把握說 他會一次就站上月線 所以我們給大家兩個情境 一個是呢 反彈上去呢 那就是向現在走了嘛 就是上去 站穩月線以後再攻擊 那另一個情境是什麼 要來回撤打第二隻腳 那最好是不要打第二隻腳 打第二隻腳代表呢 你行情又要再修正 那這個修正一定會痛苦 我們也不希望投資朋友痛苦 所以呢 行情的這個走法呢 是按照我們一個比較好的情境 在發展的 那至於呢 來到現在這個位置上面的交易 應該要怎麼做 我們前面已經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就不再多說了 一個簡單的重點 只要指數能夠站穩5日均線的話呢 我們都認為在短線上面 沒有這樣子修正的疑慮 那只要指數一跌破5日均線 我想大家可能在這個風險意識上面 就要拉的比較高一點 不過這個多頭的結構呢 現在看起來還沒有被破壞掉 整個5月份 甚至有可能到6月的時候 到6月我們還不確定 但是在整個5月份 我們認為啦 它在這個地方大區間的震盪的機率 會是比較大的 那我們也把這個觀點 來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而貴買指數的部分 因為沒有台積電 特別是在昨天 有一部分的投資朋友看到說 指數大漲 幾個我的持股 怎麼像是進到冷凍庫一樣 原因就是因為中小型股沒有漲啊 昨天呢 貴買指數收了一根十字線 而且呢 說真的 昨天呢 在盤中我記得一度跌了 將近一個百分點 所以呢 再一次的回測季線 不過在這一次季線呢 就成為了一個還蠻有效的支撐 最後收盤還是收在5日均線 所以技術線能不能幫我們去做交易的判斷 是可以的 收穩5日均線呢 那代表目前至少在中小型股 整體的狀況看起來 還沒有要轉弱的疑慮 就算今天呢 在平盤附近震盪 它還是在5日線上 可是呢 在未來的兩個交易日就會變得比較關鍵 因為如果未來兩個交易日呢 指數都沒有辦法呢 再去向上攻擊 它沒有辦法再向上攻擊的話 就有跌破5日均線的疑慮 所以在中小型股 近期的表現是比較弱勢 可是呢 我們也是對中小型股看法算是比較樂觀啦 原因就是因為 過去的三個月的時間裡面 每一次都是什麼 台積電漲上去 全資股漲上去 後面呢 資金會輪動到中小型股 屢試不爽 這個交易策略真的蠻好用的 看到呢 台積電漲完了 全資股漲完了以後呢 資金就會開始輪動到中小型股 所以目前啦 至少看起來 我們在這個位置上面 我們還算是蠻有信心的 應該是有機會能夠往前高去做 靠近跟測試 不過呢 我們的大的交易結構 就是一樣的區間交易 所以越往上呢 我們還是呢 會封高去做一點停力的動作 好不好 今天跟大家交代一下 我們在未來可能會做的一些交易 在個股部分 我們來追蹤一下 6189的封益 因為封益昨天公布了 這個最新的營收 4月份營收 那4月份營收 年增率73.66 我想放眼整個IC通路的族群裡面 或者是你要拿到整個台股上面來看的話 營收年增率73.66 沒有人會說不好吧 沒有人會說不好吧 所以封益公布出來的這個營收 跟我們先前跟大家分析的 這一個基本面的觀點是一致的 也就是呢 我們一直強調了 你封益呢 它在代理的是NVIDIA的高速網卡 那在台灣的話 它就是獨家供應了 它就是獨家代理 獨家代理 所以它的營收 為什麼能夠連續從1月2月3月4月2月掉下來 那因為工作日的關係 可是你在今年的前4個月的營收 都能夠維持在這個年增率相當高的水準 不就代表它的基本面是真的很不錯嗎 可是現在台股啊 很有趣的是什麼 你營收好的股票不一定會漲耶 73.66% 營收70年增率73.66% 我實在是找不出啦 這個數字到底哪裡不好啦 真的我找不出來 如果投資朋友你有任何呢 覺得73.66這個數字 啊 爛 那麻煩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告訴我說 為什麼73.66這個數字很爛 至少我覺得它蠻好的 那 雖然營收很漂亮 昨天我也蠻期待說 今天能不能開高上去啊 然後就是做一個突破 結果咧 一開盤 跌3% 一直殺到跌4% 很多投資朋友也是蠻傻眼的啦 包含我們自己在服務的會員跟客戶 也都問老師 這個蜂蜜的數字這麼好 怎麼會跌這麼兇 那我剛才講過了 現在台股很有趣的是什麼呢 因為呢 會有很多的投資人 包含法人 都想要去幹嘛 去用營收來去做一個事件交易 也就是呢 大家都預期了營收會很好 所以提前卡位 蜂蜜在前面幾天是不是漲上來 重新站回月線 所以蜂蜜在短線上面 它的股價已經反映了一部分的籌碼 提前進來卡位營收公佈 那等到營收公佈完了以後咧 我們講過了事件交易 不管呢 它公佈完以後到底是好還是壞 都要幹嘛 都要先賣一趟嘛 如果你是做事件交易的話 所以呢 公佈完營收 在一開盤沒多久呢 就有一大堆的籌碼丟出來 因為呢 差不多前面已經卡位了嘛 那你營收也真的公佈了 那他就是幹嘛 先把籌碼丟出來 不管賺錢賠錢 他都要跑 所以股價殺下來 殺了是吧 我們也很頭痛 我們也很傻眼啊 怎麼辦啊 這間公司的營收這麼漂亮 基本面這麼好 結果股價還跌 那我們今天要怎麼去解釋 雖然我們不太會去幫股價 去做它漲跌上面的解釋 因為股價短件上面的漲跌 就是市場的共識 那市場的共識跟交易的行為模式 導致他下跌的4% 這些事情不是我們能控制的 可是呢 我們今天講了說 有爆發力的是什麼 有爆發力的 我認為終究還是在這些基本面好的公司 為什麼 因為呢 當他今天跌了4%以後 會不會有另一群人 其實他們是想要逢低承接的 那你數字這麼好 基本面這麼好 你殺下來以後 逢低承接的買盤是不是就出現了 所以前面一部分的籌碼呢 他已經出來 那籌碼呢 慢慢的被接上去 在今天盤中的時候呢 哇 回到平盤之上 雖然你說他開了一個這麼漂亮的數字 結果只在平盤之上 是真的沒有讓人覺得很開心啦 但至少 至少什麼 我們能夠從一個側面來去觀察 市場的資金是喜歡這些有基本面的公司 所以在殺下來的時候呢 就會有買盤來承接 這也是一種下檔的保護 好我們交代完營收呢 那對於風衣這間公司 我個人啊 我還是覺得相當的看好 我個人還是覺得相當好 所以我們會員朋友到今天還是一張不賣 還是一張不賣 我認為股價你說要去做突破前面的一個前高 也都有機會 他的邏輯是什麼 因為在三月營收 我們講三月營收 三月營收 整個IC通路商裡面只有三間公司呢 他的營收創歷史新高 一個是8112的至上 這個我們也有操作過 我們也是獲利出場的 然後另外有一間是3033的見頂 3033的威健 Sorry 不是見頂 見頂是3044 威健 3033的威健 他三月營收也是創歷史新高 那第三間就是6189的封易 至上 威健 他們都有創了一個波段新高 在最近 那唯一沒有創新高是誰 6189的封易 所以相對呢 這一些呢 營收很好的IC通路商 我們認為啦 封易他的股價 確實是有一點點委屈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報到現在 的一個很重要的邏輯 因為就是因為既然我們認為股價呢 有機會能夠往前高去走 而現在離我們的成本也沒有太遠 那我們當然就給他一個機會 對不對好不好 我們把看法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再來第二間公司 7402的疫期 在前天 昨天也是公佈了他們的這個營收 昨天啦 那公佈完營收以後呢 呃 大家會看到月減年減 那也會有投資朋友有疑慮說 老師你是不是這間公司不好 但是呢 我們在很早之前 也就是大概在一兩個月前 有在跟大家解析這一支疫期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了 疫期今年的成長高峰是落在下半年 當然股價會提前反應 可是呢 大家看到今年啊 欸你說什麼四月份的營收啊 欸好像沒有很好 這件事情都不用覺得太意外 因為呢真正大量營收貢獻是在下半年 那當然啦 你說這個數字有沒有符合我們的預期 跟我們追蹤的差不多 因為我們團隊其實在追蹤疫期的營收 我們大概估就是4900萬到5000萬 那公布出來4700是稍微低了一點點沒錯 可是呢 呃至少啦 整個公司的發展結構 我們認為方向沒有跑偏 那前面在2月3月跟4月的時候 有出了一批這個光學瞄準器的訂單到美國 那接下來5月份還會再把最後一批出掉 所以5月份的營收的話 應該會開始看到一個比較明顯的回溫 一個明顯的跳針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們再來幫大家做追蹤 那除此之外跟雷虎開發這個無人機的雙光鏡頭模組 應該也是在下半年的時候呢 大家才會看到比較明顯的成效 不過在整個股價的形態上面 我們禮拜一的時候 因為我去外面上電視台通告 我沒有錄財經第一線 可是禮拜一的時候呢 欸一根漲停板直接站上月線 形態上非常漂亮 當然啦你昨天公布完營收以後呢 欸股價短線上面就會感覺有利空 所以跌幅蠻重的 不過整體來講 它的多頭結構是不是一樣很漂亮 是不是符合我們在這個位置上面提醒大家 絕佳買點 有在我們群組裡面提具的投資朋友會知道 在這一天有人來問我們說 老師一起還能不能買 我說漂亮碰到季線絕佳買點 所以多頭結構沒有被破壞掉的股票 我們就是非常喜歡嘛 那這個成本上面的話 跟我們新進來的會員朋友會比較近 那我們舊的會員朋友買在70幾塊的 其實這個獲利都還是拉得蠻開 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其實一期這次股票它有一個慣性 每一次從下方 月線下方要往上走的時候呢 那都怎麼樣 我們先看最左邊的 有沒有在最一開始 1月的時候那個起漲點 站上月線以後 它其實還拉回去做測試 用兩個交易日 最左邊那個圈圈 中間呢 這一次勒 三月底的時候 一根漲停拉上去 隔天呢 一樣呢 它站回了月線 它後面還在做了一次月線上面的測試 才去創了一個新高 這一次呢 從下面穿上去月線 然後呢 回到月線去做測試 後面有沒有機會再創一個新高 至少我們的看法是比較樂觀的啦 這個是一個觀察 那也是就是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最後 還沒到最後 這個是2393的異光 因為大家還記得前一陣子我們有分享一檔股 叫做香香機 那個哥倫布大家已經猜到了 但香香機 我記得也有人猜到 那香香機是誰 其實就是異光 為什麼 因為季光香香機 這個念起來應該蠻像的 那無論它到底是哪一支股票 香香機就是異光 而異光是我們什麼時候買的 4月19號 4月19號 4月19號那天發生什麼事 台股盤中大跌1000點 有沒有我們趁大盤大跌1000點的時候 來撿便宜 別人不敢買嘛 別人恐懼我貪婪嘛 有沒有 這一根我們就買在下影線 買的非常的漂亮 我們買在下影線的位置 買的非常的漂亮 當然在隔一個交易日 4月22日 22日 4月22日禮拜一的時候 股價還是錯了一次月線的測試 不過呢 後面股價慢慢拉上來 異光沒有漲停過 但是呢 他呢 常常動不動就創一個波段新高 常常就創一個波段新高 在指數都還沒有創新高的情況之下 異光呢 已經創了好幾次的新高 跟我們的成本也已經拉開 我們已經賺了超過一根漲停板 這一個故事是要告訴我們什麼 其實在面對下跌的時候呢 我們應該呢 要更理性的去看待 有沒有減便宜的機會 而在4月19號 大跌1000點那天 很多人恐慌在那邊亂砍股票 而我們在幹嘛 把手上的現金拿來換成股票 逢低減便宜 我們不喜歡追高 我們喜歡減便宜 那在這幾天 包含今天都一直在創一個波段新高 獲利慢慢的拉上去 那你的投資組合裡面呢 只要有這種能夠不斷創新高的股票 他就可以平衡掉你資產的波動度嘛 你有些股票漲漲跌跌在震盪 可是呢 有股票能夠再創新高 你整體的這個投資組合的績效 通常都不會太差 好嗎 這一個交易策略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這個交易的心路歷程 賣得非常的漂亮 那還有一支5439的高季 要來跟大家做一下報告 原因是因為高季也是我們之前的會員朋友 全部的會員朋友都有著持股 那在跌破的年限這一天 有沒有4月30號 其實我們在102的時候呢 就已經把它全部賣掉了 當時其實有會員朋友會跟我抱怨 他說老師你這張股票怎麼從賺報到賠 因為我們最早買在107 那有的會員朋友可能買在110 買在110 那你說漲到137 哇最高點老師你都賺了20幾%你不賣 然後跌跌跌破了年限你才要賣 那最後當然是我們是停損 那你說買在107 你可能虧個3%虧個4% 你買在110的你可能虧了大概7%8% 當然虧錢這件事情也不是我們想要的 不過我們也提過了 不管賺貨賠我們都會來跟大家分享 而這筆交易我們也就是照著紀律來去做操作 它的高期基本面沒有太大的問題 它最大的問題在於投信在這邊開始賣股票 那我們的紀律操作是怎麼樣 我們還是破線就先出掉了 照著原本的規劃走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在這個位置上面你會想拗嗎 很多投資朋友想拗 你覺得102賣的很醜 老師都破線的都已經來到了近期低點了 你為什麼還要賣 這是紀律 我不管賣了是對還是錯 在破線的當下我們就是照著原先的規劃走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做法 那你砍完以後你覺得當天很痛苦 哇這個老師好爛喔 但我們賣在一個亂七八糟的位置 你後面再過幾個交易日看 你如果在102不賣的話 它最低殺到90塊錢給你看 所以你要虧3%5%7% 還是你要虧13%15%17% 這個真的就是在紀律操作上面的差異啦 你說有沒有可能我們這邊砍完以後股價漲上去 當然有可能啊 這件事情一定會發生嘛 你在交易上面交易做的多 它就一定會發生 但是呢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要照顧好會員朋友 要保護好 留得青山再不怕沒財超你換股交易嘛 所以咧 砍在當下痛不痛苦痛苦 回頭一看你會發現啊 還好當初有紀律操作 所以呢我們賣在102% 我對這間公司的看法還是很樂觀啦 我覺得它基本面非常的好 所以呢應該就是要等待這個投信 然後就一定他們手上的籌碼啊 呃清完了以後呢 那後面如果有組出一個比較明確的底部的話 或許我們還可以用一個更低的成本把它買回來 當然現階段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樣子的訊號 那我們也是跟所有的投資朋友交代一下 關於高季這間公司 我們已經在102塊錢的時候全部賣掉了 好那長榮行我們就不多講了 因為我們長榮行的話呢 其實有投資朋友會講說 老師為什麼你要買在這個位置感覺是追高 但因為這支股票的基本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在前面的時候有人會說 老師我買在32塊錢啊 我買的很漂亮啊 你看我前面買這32塊成本比你漂亮 為什麼因為我們成本是34塊835塊吧 我買在32塊5好漂亮 但大家要想的是什麼 他可能是去年10月的時候買的 或者是今年年初的時候買 那從那個時候到現在台股漲了一大段 不是這間公司不好 而是呢在中間的過程裡面 你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我們可以去做很多的標股啊 我們可以去做很多的股票 可以幫你打出30% 50%的獲利 上榮行我們追求的是什麼 周轉率 我們要在最有效率的時間點上面上車 所以表態突破我們上車 有人呢說他花了大概一年的時間 沒有一年半年的時間呢 大概賺了10% 大概賺了15% 好不好大概賺15% 那我們呢 買在35塊錢 我們用一個禮拜的時間賺10% 獲利數字是沒有人家漂亮 不過周轉率一定比人家還要來的更高 所以在交易上面呢 有的時候你成本買的比較高 不一定不好 不一定不好 因為呢你還要考慮到 你願意忍受將近半年的時間 其他的股票都噴翻 而你呢卻要在這邊苦苦等待嗎 這個是一個交易上面的邏輯 沒有說誰一定對 而是我們比較在意的是什麼 會員朋友的時間寶貴 我們要打的是周轉率 所以我們會選擇在股票呢 在低檔轉強發動的時候呢 我們比較積極的去做進場 那到今天其實回撤了五日均線 我認為啦上方應該在法人的買盤推遲的之下 應該還有機會再往前撥的高點去做挑戰 這個就是我們在昨天的時候 昨天很多中小星股殺了一片嘛 但我們說了 在現在缺陷交易的想法一定要拿出來 股價殺下來 喔這隻喔 昨天差點打到跌停板 我們在紅色圈圈這個位置上面進場 我們在紅色圈圈這個位置上面進場 幾乎就是他跌停板以後 沒有跌停板 快要跌停板以後拉上來 我們就進場 進場完以後股價開始拉 最後收盤其實已經跟我們成本拉開了 大概1%到2% 到今天的話呢 股價呢 我記得是在平盤之上 這間公司有爆發力 有爆發力 我對他的股價表現蠻期待的 因為他是強勢股 所以能不能再幫我們打出一個30%的獲利 我們當然也是希望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但我們要講的是呢 其實我自己在交易上面 不喜歡帶會員朋友去過度的追高 我們反而很喜歡這種股票呢 有一些強勢股 他在盤中出現震盪 大幅拉回的時候呢 我們就在一個好的位置上面 進場卡位 那你買完以後呢 股價先跟你的成本 拉開一點點的這個距離 一點點的空間 那你抱起來也會比較舒服 這是我們呢 一直在幫會員朋友想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讓大家在交易上面比較輕鬆 那這間公司的話 有機會我們一樣在群組上面 來跟大家做分享 最後有一些想法要跟大家聊 就是因為我們也有收到一些包含會員朋友的反應 那就是覺得說 啊老師我加入你會員啊 一段時間了 好像這個績效一直都沒有很好 然後呢我就看了一下 什麼時候加入了 大概四月中吧 四月中就是台股 準備要修正那1600點的時候 那個時候加進來 然後跟上我們 那我說過了 我們要做的是先保護會員朋友 你不要受重傷 那當然啦 現在呢有人會覺得說 老師我加入你一個月了 你的績效好像就只有那種小賺小賠啊 都沒有那種像你之前講的 什麼舊的會員啊 什麼義期七十幾塊錢啊 然後什麼試電買在120啊 啊我都沒有感覺 然後什麼異光啊 不對異光你應該有做到 如果你是在那個殺1000點那一天 之前進來的 那你應該是有機會可以做到 異光這檔股票 那客戶呢一定會反映覺得說 啊這個獲利的績效跟我原先預期不一樣 那大家要考量的到的是呢 在最近一個月的行情是真的非常的震盪 那第一季大漲那一段呢 我們做的非常的漂亮 那因為呢我們是順勢而為 也搭上了一個好的行情 我覺得分析師的工作啊 重點應該是在行情出現的時候 幫大家呢把獲利用力的堆上去 在行情震盪的時候呢 我們持飲保態 所以又要馬而跑 又要馬而不吃草 這件事情我們是做不到的 我們做不到 我們不喜歡讓會員朋友去過度追高 那想要撿便宜呢 你就要有耐心的 你加入一個月的時間 那這一個月的時間都在震盪 我們也不可能天天變出那種 就是什麼啊漲停板啊 說真的啊我們在節目上面 也不在於跟大家講說 我們有什麼股票漲停板 不然我左邊左邊 左邊這邊拉一排漲停板 什麼股票五根漲停 右邊這邊拉一排 什麼股票五根漲停 但這個對投資朋友沒有幫助啊 交易上面的心態跟基本面上面的分享分析 這個東西才是對投資朋友有幫助的 我們在帶會員朋友上面交易 我也不喜歡去追那種 就是漲7%的股票啊 然後工上漲停 然後告訴他 我沒有漲停板耶 那個對會員朋友的損益 跟他們的資產累積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既然要撿便宜 你就要有耐心 因為通常那些比較便宜的股票 代表他們動能還沒有那麼的強 他還需要等待一個點火的契機 那如果呢 要做標股 我們也會做標股 我們該追的時候還是會追 做標股呢 你就要忍受波動 你不能期待一檔股票說呢 哇他可以一直漲停 一直噴一直噴 然後回檔都只跌一趴跌一趴跌一趴 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你要做標股 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這一支股票 他會漲停 他就會跌停板 做標股就要忍受波動 你不可能又要撿便宜 然後他馬上發動 你又要他做標股 他又不會跌 這件事情我們做不到 所以會沒有呢 可能當然啦 大家的這個期待都不一樣 那我們怎麼做一定都有人不滿意 就是我幫他賺了可能100% 我資產翻倍了 有人會覺得說老叔 我怎麼沒有翻兩倍 所以 這一個永遠沒有辦法滿足 那這些應該怎麼講 我們團隊在做交易的策略上面 不會因為大家的意見呢 或者是呢 市場行情上面的一些 情緒上面的變化而有所改變 我們團隊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堅持做對的事 該買就買 該賣就賣 那麼我們也跟大家分享 不用幫股價的漲跌找理由 因為會有會員朋友問說 老師股票像是跌 說真的 我們的持股也沒有跌很多 我們的持股現在 你手上持股沒有那個 虧損超過10%的 我自認我們自己在做風險控制上面做的很不錯 如果每一次股價下跌呢 我們就要出來來跟大家講說 今天為什麼跌哦 然後明天漲 今天為什麼漲 講這個東西真的沒有意義 而且只是在浪費我們的時間 比起去解釋股價的漲跌幅 我更希望呢 能把自己的時間花在研究工作上面 你說呢 要不要去跟大家解釋說明 當然可以啊 我們可以做這件事 但大家想到 我們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在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因為我們要去幫大家去看 今天為什麼漲 為什麼跌 然後整理出來以後呢 再跟大家講 這些都是時間 我們寧願把時間拿去做研究 這個不是對大家才是更好的嗎 所以呢 不用幫這個股價的漲跌找理由 重點是這間公司這個產業 它的未來到底好或不好 如果是好公司 終究會反映它應該要有的價值 好嗎 那我們今天的分析大概就到這邊 還沒有訂閱我們頻道的投資朋友 趕快幫我們訂閱起來 還有更多的資訊呢 都會放在我們的圈組裡面 那我們希望所有的投資朋友 都能夠跟著我們的頻道 一起成長 一起賺大錢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析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星期六晚上九點 星期六晚上九點 就在我的個人頻道 我们下期再见